走出监狱 重返自由 正是父亲生日 未来没有继日 父亲捍卫的精神和价值会长久茁壮 曾与失明的共事的立委林中正 在第一时间发文写下 没有您将我带出象牙塔 生命不会充满惊奇和挫折 谢谢你永远的施主席 总统蔡英文在前一天下午三点 也特地到医院看他最后一面 只是不到24小时就传来噩耗 总统府和民进党纷纷表达不舍 赖庆德称他为民主先行者 谢谢他对台湾的贡献 媒体人陈文倩更指出 两个月前施明德就曾交代遗言 说他看到身边站了黑衣人 明白自己的时间到了 请陈文倩帮忙照顾女儿 人生最后一里路 施明德在医院度过 他本身就是逼肝代源者 罹患肝癌近20年 近来再度复发病情恶化 住进家户病房还装上液克膜 医生就提醒肝是沉默的器官 如果有任何病状都得定期追踪 其实有的病人他因为肝脏都没有什么神经 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疼痛 所以即便三部曲走完 走到了肝硬化或者是像肝肿瘤 都长了东西了病患 也都还没有明确的感觉 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 也许肝癌都已经长到五公分 那时间就已经太晚了 施明德晚年饱受肝癌之苦 最后仍不敌病魔 一代民主斗士 生命咒词划下据点 民事新闻传染 吴东报 陈盛海 SNG小组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